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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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节之后比赛就没了悬面 八一队落后29分 第三节分差越来越大 福建队把八一队彻底压制 单节就是赢了13分 三节之后福建队91比49领先了42分 末节比赛 八一队努力缩小分差 但最终还是八十一比120惨败39分 福建队王哲林英体测位过 继续缺席 陈林坚29分502柱 尼克尔森23分 赵泰龙16分500 孙哲2分11柱 史密46分607柱 八一队富豪13分 古浩瓦16分 李天歌15分 于成13分 比赛中 许忠豪和王志志发生言语冲突 暂停的时候 王志志布置战术 但是许忠豪有不一样的意见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言语冲突 王志志布置战术 赵泰龙16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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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泰